中班老师加油 小夕 我们来坐隧道好不好 这么突然间是抱歉 请问本周末有空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一起吃个饭好吗 该怎么回答好了 不要老师答应赴约比较好 先吊吊胃口哦 嗯 也对哦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一起吃个饭好吗 那时候来的 该不会是约会的邀请吧 那个 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上班时间居然偷偷玩手机 该不该告诉园长先生咧 等 等一下啦 那么约会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咧 是个长得还蛮帅的人咯 杂鸡好像很好吃 不是那个啦 不过看起来很不错耶 听说是在动感商事上班的人 那不就很优秀吗 就是说 既然这样就快点答应跟他约会不是很好吗 虽然是这样没错 莫非有什么问题吗 有件事让我有点在意 我看看哦 选哪个比较好呢 选烤鸡好了 不对 这里应该还是选炸鸡吧 不对不对不对 刚才我本来比较想吃鱼的 肚子有点饿 吃披萨好了 哦 披萨不错哦 吃马铃薯炖肉吧 哦 马铃薯炖肉也不错耶 嗯 说了也是 连自己想吃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决定的人生有点逊 可是这种逊我们也会犹豫啊 今朝发生的事 嗯 小孩子的想法 那么还发生过其他类似的事吧 嗯 后来去卡拉OK也是 如果要对唱 应该选追到新锁则才对 哎 先等一下 春日不木晴好像也不错耶 既然这样就唱北齐鱼蓝调吧 啊 不怪一些 哦 哦 光看他会找阿梅约会 就知道是个奇怪的人了 给我住口 你不要再叫我阿梅了 哦 虽然还没得到你的回答 不过 我想先把餐厅给搅好 法国料理你觉得怎么样 哦 还是意大利菜比较好吗 你看 他又在犹豫了 哦 啊 不对 西班牙料理好像也不错 啊 先等一下 前一阵子啊 我找到土耳其料理也很好吃哦 不过还是日本料理比较好吧 要学天赋龙吗 还是寿司呢 给我一下 等一下啦 青葱 是青葱做的菜吗 你不要乱按啦 我知道了 青葱是吗 请等我一下哦 本来那么烦恼的 它会马上决定改成青葱吗 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 什么意思 就是拖拖拉拉 什么事都没办法决定 哦 我知道 就像鱿鱼怪人一样哦 那是什么 是昨天的动感超人了 怎么了 快来攻击我 别着急 动感超人 反正你是没办法打倒我的 那么做菜给你吃吧 咪咪子 它有什么必杀机吗 我看看哦 必杀机 必杀机 这是什么 必杀机太多了吧 好 要用哪个必杀机收拾它 那种家伙 用必杀前提就够了 不对不对 慎重其剑 用必杀飞机了 太天真了 应该用必杀脑袋可惜 哦 好像有些争执哦 既然这样 刚才用必杀旋转了一定好了 哦 好主意 好 决定了 咪咪子 你先退后一点 好 哎 用必杀百万多摔击比较好吗 那还不如用必杀百万多摔击呢 啊 无法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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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法决定啊 无法决定 无法决定 他好像是个讨人厌的怪人哦 这就无法决定 优柔寡断 结果 动感超人怎么做呢 我告诉你啊 因为犹豫怪人 想来想去都无法决定 啊 无法决定 无法决定 因为不知道对手要出什么招 我也无法决定怎么净空啊 无法决定 无法决定 无法决定打倒动感超人的冰山系 动感超人 你成为不能为他们影响啊 既然对手这么优柔寡断 那就由我们尝试主导 不就好了吗 咪咪子 你说的没错 诶 犹豫怪人 男子汉就用拳头对决吗 拳头吗 好啊 动感超人 试试我们的料理发全体 哼 你这种货色 用动感全体一拳就够了 哼 你这种货色 用动感全体一拳就够了 哼哼哼 要事后才哭哭啼啼啊 动感超人 意思是说 既然对方优柔寡断 要我强势地积极引导是吗 一点也没错 假装自己变成动感超人 想象练习看看吧 练习 用想象力来练习 假装动感超人 要选肉类料理 还是选鱼类料理 还是选鸡肉料理呢 啊 无法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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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越先生变成勇豫怪人了 对呀 动感超人老师 快点决定你要点什么吧 点菜 点菜 不行 不行 要像动感超人那样了 帅气一点 帅气一点 动感 点菜 我要这道肉类料理 不要套餐 单点就好 白饭少一点 再帮我搭配适合这个的汤跟沙拉 我还想喝点什么 请配合料理帮我选适合的饮品 最重要的是 价格不要太贵 啊 差不多这样可以吗 哦 能这么快速做出决定的人 真是太棒了 没有人 你太过奖了 耶 这样就对了 吃完饭以后要做什么 也来练习一下吧 看电影之类的 哦 既然这样 我选个动感超人剧场版呢 要不就小心要去约会 嗯 看电影吗 可以哦 哎呦 真是太好心了 嗯 太好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再找个地方来喝一杯吧 不然一起去上卡OK也不错 啊 对了 可以欣赏美丽夜景的地方 啊 不不不不不 还是选个气氛好一点的咖啡厅 先等一下 还不如去那家店比较好 啊 无法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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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又变成犹豫坏人了 快让他为富人专门 动感阿梅 不要再叫我阿梅了 动感搜局 啊 现在这个时间 还来得及赶上车站型的电影院上映的 猪祭大战哦 我们去看电影了 哇 可以这么爽快的做决定真是太好了 松柏小姐 我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啊 那个 请你跟我结婚好吗 啊 好的 嗯 哦 得到好吃的青葱料理店了吗 都怪你胡乱捣蛋了 那个 关于青葱的事 其实我非常不喜欢青葱 就连看别人吃青葱都很痛苦 非常抱歉 这件事就当作我没提过 再见 好了 去下场玩吧 哈哈哈 嘘